64年次陈南市工程顾问公司员工,去年4月受金龙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立刻委托调查山海关社区旁的下水道工程。 陈南与一有人相约在山海关社区旁路边勘查,边说着话,陈南一屁股就往路旁的栏杆坐靠上去,不料栏杆袖拾非常严重。 陈南一靠上,便跟着栏杆掉落深达约15米大排水沟中。 南死众集地面声音,吸引社区民众靠近,民众联盟报案,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人力无法靠近,只好吊派特殊吊挂车前来支援,前后花了30分钟以上才把人救起。 陈南后脑梢血流不止,就起时已失去一事,紧急送往三军总医院正荣院区急救。 院方表示,男子后脑头骨碎裂,到院时已失去生命争相。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张元良,前公务处养护工程科科长线维纪正的简一哲,及线位养工科长的张志华,前公务处于新临时人员都被告业务过失致死。 基隆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不起诉处分。 张元良指出出事的护栏事件78年间建商新建,市政府没有养护义务。 检察官调查指出案发地点的麽形护栏既非基隆市政府新建,也从未移交给基隆市政府管理。 被告四人是因基隆市中正区公所通报,请求修缮汉峰街汉条河街口的公车站台附近麽形护栏,难以认定有违反诸一义务。 因此不起诉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张元良,做被告业务过失致死。 基隆地检署不起诉图本报资料照片分享。 陈南去年网路旁栏杆做烤,不料栏杆秀实严重,陈南跟着栏杆掉落深达约15米大排水沟丧密图本报资料照片分享。